如果说之前戏在胸前是为了腾出我的双手 而且也不会像其他运动相机那么眨眼 那我现在就是恨不得在大街上 快干快看 快干我带了个啥 可爱不 我们直接来讲体验嘛 我觉得现在绝大多数的摄影摄像设备 其实体验都不算是最重要的 更好的画质才是他们的目标 而对于购二来说 体验是它的根本 也是它最独特的卖点 虽然它的本体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但搭配上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配件 我想说真的感觉它有无限的可能 送到这四个配件 只是最最基础的 看一下官方的配件库 你就会发现好家伙 什么叫做火力覆盖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操作都有专属的配件 不过这始终是正常人的用法 我就不是什么正常人 官方说粘性底座 想让我粘在车上 我不 粘在我的火炮上 慈禧洗在冰箱门里面 午餐肉试脚 放在猫丸里面 猫粮视角 如果你想要真第一人称视角 准备一个眼镜 然后 当然很多小伙伴就会想说了 如果按官方的用法 调牌的这个位置 和我正常的视角也差太远了吧 其实不会有这种感觉 它的视野真的超级广 我以为会录不到的东西 绝大部分它还是能录的 我给大家放几个片段 哦对对对 这样子 这样子 哎对对对对 哎对对对 好一二三 对对对对 嗯 但是这时候最让我担心的反而是续航 从官网可以看到啊 狗儿单机身的续航确实不长 Insta360也在用行动告诉你 它真正的意义就在于短时间内的无负担的记录 相机的录制模式有自动停止功能 可以设置单次录制的时长 当然关机的时候你也可以快速启动录制 而且拍完了之后它会马上关机省电 顺便再降个温 开始和停止录像的时候都会有震动一下 怎么说就是一种安全感 这就意味着它的使用习惯不像相机一样 需要去思考参数 交据构图 考虑何时适合录制 最好的用法呢 就是要用的时候按一下就好了 所以说虽然它这里最常能设置成15分钟 我反倒觉得一到三分钟才是最适合的时间 毕竟按完录制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最常用的这个磁吸挂声模式 在APP里面不是这么设置的 单机录制一分钟 哎不对 比如探电的时候进来按一下 长度刚好 还有一些余量 又不会太耗电 如果有拿不准注意的 双机录制五分钟的超级录像 什么都不用考虑 录像的时候 只管开始 防抖 比例 视角这些 完全都可以等录完了之后再去调整 如果超级录像模式都录不到 那其他模式肯定也录不到了 哎 那可能有想说点什么的小伙伴就想说了 那为什么不直接拿着相机录呢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社交恐怖分子 我觉得拿着相机录 累还好 有时候感觉着呢 超级尴尬 看到Vlog里面那些什么 结账啊 那些画面 想想这些画面就觉得 太可怕了吧 这个小黄人 我不说的话 其实很难联想到摄像头那边去吧 毕竟 小可爱有什么坏心思呢 咱们仔细看一看它的外形 看得出来 这次在外观上面 下了很多的小心思 小黄人本身 就是摄像机的本体 也就跟一节5号电池差不多大 非常非常的小 穿个牛仔裤 和嬉皮笑脸的 哈哈哈哈 跟普通的运动相机放在一起 都会觉得超级可爱 说实话别的都好说 就怕一早醒来 就被我碰到哪儿去了 这充电盒也很可爱对吧 毫无违和感 但是可可爱 不能当饭吃 要我来说 它是这一整套系统的灵魂 虽然它和AirPods Pro的盒子 几乎一样打 但它同时具备六七个功能 首先嘛 充电盒肯定是个充电盒 单机二十多分钟的续航 放进去用的话 最多还能延长到两个多小时 小屏幕会显示数据 还可以进行简单的设置和控制 如果把相机拿出来 还可以变成遥控器 掰开小翅膀 还可以站住 拧上快装板 就可以上三脚架 插上数据鞋 这是读卡器 简直是太和谐了 我只能说 不过我想吐槽一下 因为这个购二的磁吸 实在是太强了 而且只能从摄像头的地方跳出来 很容易就会摸到摄像头 强迫症浮应了属于是 这和充电盒的适用范围 还是有局限的 比如购二的本体是有4米防水的 但它并不防水 塞回去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擦干 下水那也就更不可能了 所以说下水的时候 一定还得用这个送的手持支架 送的配件基本上都很够用了 多良心啊 而且它们还全都是磁吸的配件 吸上去那一下 带劲 连上手机APP以后 哇 这个APP的连接体验简直了 看好了 它现在是关机的 然后我放到包包里面 不管它 直接打开APP 点连接 哎 连上了 APP居然可以主动换行相机 然后连上去 这体验简直是太好了 我经常就只想看个照片 就没有必要把它找出来了 APP也可以看到相机的画面 不过没太大意义 除了最开始到手的时候 会看一下 估计后面基本就没有必要看画面了 最香的反而是这里面的剪辑 连接上以后就可以直接看到所有的素材了 新建一个剪辑就可以直接用相机里的素材 而且这个自动剪辑剪出来的东西居然意外的还可以 不过它好像每个素材都会必用一次 重复的那就别勾了 它真的会再放松的 剪出来是一种比较类似于流水这样的视频 浓缩浓缩所有的素材 再自动配一个音乐 理论上只需要选中一整天的主要素材 点一下自动生成 弄完再导出到手机里面发朋友圈 总共也就几分钟 还蛮方便的 当然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毕竟这么小的机身 续航和画质都不算出色 最高2K50帧 眩光明显 弱光噪点也比较严重 单机连续续航只有20多分钟 但购耳带来的体验 我个人觉得完全能盖过这些缺点 不同于其他的相机 拍得到不增加负担 就是它最大的职责 而拍清楚还好看 还是得交给更大更专业的设备吧 总的来说 这个产品推不推荐 真的很看个人 如果你想记录一下你的生活 但又不想增加负担 旅游的时候 不想一直拿着重重的相机 又怕错过重要的瞬间 或者你只是单纯的觉得它很可爱 还有很多很多种的可能 只要你不要太追求画质 那它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至少对我来说 能在旅游的时候 把我的视线 从小小的屏幕上解放出来 就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还有点意思的话 记得给我点击三连关注哦 那我是切莉 在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